定位点,我们来谈定位点 在我们文书编辑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对齐的功能 与其我们去按用空白键 还是怎么去按,那都不是正确的方式 而且对齐非常不容易 也会随着自行的大小改变而做一些异动 造成对齐无法对准 假设我们现在有1,2,3 那我们不希望它对齐最左边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利用定位点来做 定位点的操作 请滑鼠移到上面尺规的地方 假设我要定位在2公分 你在2公分上面点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直角的符号 它已经2公分的地方定位了 4公分 6公分 我每2公分定位一个定位点 那你可以经由什么 键盘的Tab键 在这个段落我按一下Tab 你看它直接帮你定位在2公分的位置 它有没有定位准,有 假设我下面2我希望定位在4公分 你再按一下Tab键 3我要定位在6公分 我再按Tab键 好,这样可以让你精准的定位好 我们再按一下Tab键 它直接定位在这 比方说4,5,6 这样你就可以很精准的定位 我们定位点的使用就直接在尺规上面 你可以定位 那你在格式里面 也有一个定位点 定位点可以去把它做 我们在段落里面也有一个定位点 你可以在这里做定位 然后如果你希望把定位点删掉 就全部选删除 直接选删除 那你也可以自己定位在这边定位 我定位在2公分 格式里面的什么 段落里面自己选择 好,全部删除 我需要增加一个2公分的定位 新增 我需要增加一个4公分的定位 新增 6公分的定位 在段落里面的定位点 可以很精确的设定好 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个大概的定位 你可以使用滑鼠 在尺规上面 给它点一下,点一下 这样可以达到定位点的功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